準時收看 古奇藝昂哲的投資朋友 千萬不要忘了 舉起你的手指頭點三下 第一下給老師按個讚 第二下分享給你身邊的投資朋友 第三下按下訂閱追蹤我的影音頻道 行情變化萬千 跟著我決勝彈指之間 歡迎收看古奇藝昂哲 我是專業期權分析師邱宇良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台紫期的收盤表現 台紫今天上漲151點來開出 最低點出現在早上9.01分 來到17595 那麼最高點出現在上午的10.04分 來到17691 整個震盪區間 今天僅僅只有96點 可是現貨的成交量 卻是放大來到了3830億 那麼今天老師下的標題是什麼呢 叫做強迫上漲 各位投資朋友 為什麼今天老師下這麼一個標題 我們可以看到 昨天聯準會它公佈了 預計在明年的時候要降息三馬 那麼這個數字是超乎了 原本市場的預期 也就激勵美國股市 昨天晚上全面大漲 那麼台紫呢 也就延續夜盤的走勢 今天是以跳空來開出 那麼各位投資朋友 昨天道瓊大漲了500點 而且呢是衝上了37000點的一個整數關卡 也再度創下了歷史新高 那麼使得今天台紫用跳空的方式啊 一口氣佔上了17600點 而且呢也順勢的脫離過去高達半個月的橫盤整理區 那麼早上可以看到整個技術面一片看好的情況之下 可是呢在今天上半場的走勢過程裡面 可以說是搖搖欲墜啊 好不容易啊能夠看到今天啊最後沒有收下第六根黑K棒 但是呢今天在高檔整理的過程裡面 雖然整個震盪區間只有區區的96點 但是就是因為啊 行情位在相對高的一個水位 對做多做空的人來講 這裡面都充滿了致命的吸引力啊 因為呢大家看到指數開高 都忍不住想要進場來操作 那麼今天如果回到早上的8點45分 各位想做空的人心裡面第一個想法 看到開高100多點 在過去五個交易日裡面 台子期都是開高走低 每天都收黑K 這就表示今天如果開盤做空 基本上是穩賺不賠 但是呢沒有想到一開盤的過程裡面 早上就往上拉了將近100點 也就是說你早上跟著進場做空的話 先被嘎了100點 那麼呢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想要做多的投資朋友 你在盤中再進去追高的話 接下來又拉回將近100點 而且呢又跌破了早上的這個開盤價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按照盤面上的起伏 還有自己盤中的感覺來操作的話 結果就是這樣子 你可能會被多空雙八 所以呢最好的方式就是透過指標的協助 甚至能夠在第一時間掌握到今天的盤式結構 究竟是多方控盤還是空方控盤 這對我們在當沖的操作來講是非常的重要 如何快速掌握今天的行情 就透過我們的看盤口訣 穩盤靠現貨公式看期貨 各位投資朋友 今天早上大幅開高的情況之下 究竟會不會開高走低 其實是可以判斷的 我們把台子跟大盤來做個比較 你會發現到今天台子的漲幅是 遠遠超過於大盤 所以呢公式看期貨的情況之下 代表今天的公式啊相當的強勁 而且呢電子期在早上開盤的時候 它的漲幅也是領先 什麼台子也領先金融期 所以呢今天早上一看 就是一個標標準準多方控盤的結構 在今天早上9點06分 我們可以看到 台子的開盤成交量啊 前五分鐘是5932口 大於過去五日均量3817口 現貨的開盤今天爆出了大量161億 也是大於過去的五日均量119億 在其現貨成交量放大 波動率上升的情況之下 早盤台子的漲幅是領先現貨 那麼電子的漲幅是領先台子跟金融 顯示什麼今天是一個多方控盤的結構 但是呢開盤爆量賣壓出籠 可是技術面還是有利於多方 如果能夠在每天早上一開盤第一時間 就能夠掌握到今天的盤式架構 我相信啊對你的操作一定有相當大的幫助 如果在早上你沒有時間來準備這些資料 來觀看這些數據也沒關係 你只要跟著我進場 我會在第一時間讓你不需要看盤 不需要開電腦 只要收到我的簡訊就能夠比其他人 更快掌握今天的行情 那麼除了掌握今天的盤式架構之外 假設我們還能夠知道開盤的時候 主力是做多還是放空 對我們的操作是不是更加的有幫助呢 那麼怎麼樣了解到今天開盤主力的多空動向 當然可以透過我們的獨門指標 就是我們的預估開盤價 今天的預估開盤價是17596 各位投資朋友 正在每天早上台紙開盤之前 我們系統所計算出來的預估價 等到8點45分實際開盤之後 把實際開盤價跟預估價來做比較 一秒鐘就能夠判斷出主力的多空動向 我們看一下早上公布的截圖 今天是12月14號光束指標的預估開盤價17596 實際的開盤價是17608 各位投資朋友 實際的開盤價17608 大於我們的預估價17596 就是這麼簡單的算數 就能夠告訴我們說 今天主力開盤是偏多操作 為什麼呢 我們要知道 只有主力跟大戶才會在開盤的時候 積極的建立部位 那麼今天就是因為在開盤的當下 有非常大量的多單進場來買進 才會把整個實際的開盤價往上給提升 所以透過這種方式 就能夠幫助我們掌握到 在開盤的當下 究竟是主力是偏多還是偏空 我們看一下今天公布的時間 是在早上的8點39分 各位投資朋友 每天早上開盤之前 我們會員都會收到這個預估價 等到實際開盤之後 17608大於17596 這個簡單的算數來告訴我們 這時候主力做多 我們第一筆單就跟著來進場 你想想看 如果能夠在每天早上第一個方向 你就能夠站隊 各位當然對你的操作 一定有相當大的幫助 做當中的人最怕什麼 最怕盤中啊 你今天做錯一開盤做錯方向 盤中你只能夠被動的等待解套 那如果你一開始做對的話 接下來你只有賺多賺少的問題而已 所以如何判斷開盤之後的方向跟趨勢啊 對當中者來講是最最最重要的一種方法 那麼呢 今天如果透過這種方式一開盤做多之外 各位我們還有其他的方法 還有其他的指標 譬如說呢 來到一個多方加速點 8.51分 1760的地方 我們再進場做多 但在拉回的過程裡面啊 很多人今天啊 都問老師一個問題 他說今天開盤的時候 證價差這麼大 這時候是不是很危險啊 台子會不會向大盤來靠攏 各位我告訴你 如果像剛剛我們所講的 公式看期貨 如果在大幅開高的過程裡面 證價差越大 就代表做多的這個勝算越大 所以千萬不要被價差給騙了 所以呢 今天在拉回的過程裡面 我們再次進場來做一個低階 在9.03分17620的地方 再進場做多一次 各位投資朋友 你何時看到老師在盤整的時候啊 能夠進這麼多的多單 就是因為今天整個多頭在開盤的氣勢 非常的旺盛 所以早上這三筆多單 你可以看到這一波啊 果然後面還有一波的高點 這樣下來一口單將近都有80點左右 價差的空間 那麼呢當行情在10點半過後 開始拉回 很多人都在等著看好戲 想說今天會不會出現一種翻黑的走勢 但是事實上 各位我們今天在這個地方 再進場做多一次 為什麼呢 過去我們講過 如果當行情在大漲大跌的過程裡面 我們要找到關鍵的拐點 就可以透過價差的變化 今天上半場 正價差都是在30點左右 但是呢今天來到這位置 瞬間變成逆價差-1.04 各位我過去說過 當瞬間由正價差轉逆價差 代表行情有超跌的現象 這時候進場做多啊 就算不是最低點 往往都是最安全的買點 為什麼呢 各位投資朋友 如果大盤在這裡 台指在比較高的位置 這叫做正價差 如果行情一路往下殺 大盤止跌 台指還在殺 是不是有超跌的現象 所以呢 當正價差瞬間轉逆價差 這個地方進場相當的安全 所以我們在這個位置 我們看一下 11點40分 17620再度進場做多 這一筆單到尾盤 這一波的反彈 又掌握了超過40點的空間 所以今天不管行情 是大是小是漲是跌 這些都不重要 只要你能夠掌握到當天的盤式結構 搭配我們的指標 你每天都能夠輕輕鬆鬆的 進場來當市場的贏家 我們來看一下 早上會員收到的簡訊 早上8點45分 12月起始開盤價附近 市價做多 再來8點51分 新常買進12月起始 目前17640附近 收訊後市價做多 再來9點03分 新常買進12月起始 目前17620附近 收訊後市價做多 這就是我們的開盤光速指標 多通光速指標 大數據運算 領先全市場 開盤就出手 讓你離在起跑點 早上5點 財子夜盤休息了 6點一到 每股期貨開始起跑 7點半 日經動起來了 8點整 韓股也跟上腳步 透過小稻瓊 小SMP500 小納斯大克 日經及韓國股市 在台子8點45開盤前的 漲跌幅度 及近期與台子的 連動性加以計算 就能得到台子 在8點45的 預估開盤價 若實際開盤價 大於預估開盤價 代表開盤有明顯 多方力道進場 當天盤式通常上漲機會大 若實際開盤價 小於預估開盤價 代表開盤有明顯 空方力道進場 當天盤式通常下跌機會大 市場真正領先指標 開盤就知盤式強弱 我們的光速指標 是市場上真正唯一的 領先指標 做股票 大家都想知道 主力大戶究竟是怎麼做的 同樣的道理 如果今天你在做指數做當衝 你能夠知道 主力開盤做多做空 對你的操作 是不是有相當大的幫助 所以我們的光速指標 絕對是一個 非常好用的工具 能夠讓你 常常都能夠贏在起跑點 我們再來看到 在早上8點39分 我們盤前所算出來 今天的壓力是17705 今天的支撐是17490 這兩個數字都沒有來 再來呢 11點40分 12月起指目前17620附近 收訊後市價做多 這就是什麼呢 我們的起指當中最佳工具 鷹眼預判系統 每天早上8點35分 勝負以定 掌握鷹眼 掌握關鍵 我們的鷹眼預判系統 跟別人最大的差別是 在所有的這些轉折點當中 我們會挑選出一道 最關鍵的壓力跟支撐 就像今天早上那兩個點位 那麼如果今天震盪比較小 或是行情比較特別的情況之下 老師也會觀察盤中價差的變化 就像今天正價差 瞬間轉逆價差 這就是一個買點 同樣的時間 晚上老師就會通知會員朋友 所以呢今天我們除了早上給的 最關鍵的支撐跟壓力之外 如果有更好的機會 我們同時也會來提醒會員朋友 為的就是希望幫助大家 每一天都能夠空在最高點 買在最低點 那麼做指數做當中 只要把握兩個關鍵 第一個開盤之後的方向 第二個盤中的轉折點 只要掌握到這兩個關鍵 今天不管任何行情 你都有辦法迎刃而解 我們再看到除了早上在9點05分 我們給的第一手報告之外 當9點20分左右 有越來越多的資訊進來 我還會整理一個更詳細的多空關鍵 給會員朋友來做參考 我們看一下今天的開盤強勢掃描 那麼由於時間的關係 我們直接來看結論的部分 今天指數用跳空的方式 越過長達半個月的整理區 多方佔優勢 早盤結構顯示多方控盤 電子如果持續領漲 消化賣壓之後 還有上行的空間 各位在今天早上的9點15分 如果在今天早上9點15分 你知道行情還有機會上漲 對你的操作來講 是不是有非常大的一個幫助 所以從現在開始 你不用自己辛辛苦苦的找資料 你只要拿出你的手指 打開你的LINE 加入我的ID 我的ID是小老鼠SS168 小老鼠SS168 只要加入我的LINE 就算你現在還不是我的會員 留下你的聯絡電話 或是直接打電話進來 助理會來幫你做設定 早上的時間 就能跟會員同步接收到我的訊息 不管你想做多還是想放空 你只要了解到整個盤式結構 自然就能夠趨吉避凶 更重要的是這些資訊完全免費 也可以掃描上面的QR Code 直接訂閱我的頻道 只要最新的解盤影片 最新的教學影片 都能夠得到第一手的推播 好 永成國際投目 秉持誠信 專業 客戶至上 領先掌握市場先機 陣容堅強的知名分析師 一流的研究團隊 專業扎實的研究分析 為會員創造 一流的績效 成就市场一流的口碑 永城国际头部拥有完善制度 顶尽一软体设备 文部投资准确性及时效性 用心对待每一位会员 提供精辟独到的投资建议 我们是您永远的依靠 我们是您投资的无二选择 永城国际头部 用诚信专业创造绩效 一通电话财富翻倍 一通电话兴旺无限 永城国际头部 入会专线 02-2563-9777 02-2563-9777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在道琼指数的部分 各位可以发现 仍然是维持一个盘间的态势 过去这段时间我不断的在强调 美国股市并没有看到 任何技术面高档反转的迹象 所以千千万万不要随便去放空 昨天又大涨了500点 再度创下了历史新高 那么我们再看到 在NASA的部分也是同样的 除了在上礼拜 它曾经来回撤月线之后 但是接下来连续 1 2 3 4 5 连续5根红棒 加上今天恐怕是第6根红棒 所以在美国股市 最重要要观察的地方 大家记住这些 我曾经说过 在上一次的节目里面 老师有跟大家讲 美国联总会只要在 升息结束到下一次降息之前 这段空窗期 基本上80%以上 美国股市都是上涨的 所以现在还没有到 下一次降息的期间 美国股市是一涨难跌 而且大家不要忘记 还有一个圣诞假期还没过 也就是说 现在还是持续在走着 所谓的耶诞行情 那么另外 比较疲软就是中国股市了 中国股市昨天收一根长黑之后 今天又持续往下探底 所以在长时间的大跌的 这种盘跌的形态 不要随随便便去猜测它的低点 至少它一定要站上月线 这时候进场做多 你的胜算才会是比较大的 那么现在就出现很尴尬的局面 美国股市持续上涨 大陆股市持续探底 那么台北股市在中间 算是摇摇晃晃 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赢家 我认为真的做指数 才是最好的方式 因为进可攻退可守 在涨的时候你不用选股票 涨什么你都能够赚到钱 在拉回的过程里面 你也能够快速转升 透过指数做空 来赚到非常快的这个价差 那么我们再看到 今天行情爆量之后 很多人就担心 会不会是一个高档反转的迹象 各位我们来看一下 上一次爆量是什么时候 这一次是盘中爆量 那么上一次跳空大涨爆量是什么 好 各位在这个地方 11月15号 跳空大涨爆量之后 接下来行情有没有往回走 还是一样震荡走高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上次 我记得昨天我才讲过 我说在高档盘整 你一定要带量突破 接下来没有量没关系 但是突破的这一根一定要带量 因为这就像是一根穿云件 这时候买盘才会大家 开始进场来共襄胜举 如果你没有攻击量的话 行情随时都有机会拉回 那么我们再看到 在价量比重图的部分 目前最大的成交量 已经越来越遥远 在17380跟17300 那么各位有没有发现到 为什么跳空缺口 对一般技术分析来讲 非常重要 从这张图你可以明显的看出来 中间这个地方没有成交量 你对照过来 这就是一个跳空缺口 代表这边的成交 是属于一个真空的状态 那么只要缺口不回补 那代表下面的这些成交 这些成交量 都是形成下档的一个支撑 由于从技术分析 从期货的分析角度来看 下面这些空单 基本上都是属于一个 被动等待解套的部分 只要做多往上走 基本上是越赢越多 所以从技术形态的角度 多方还是占了一个 相当明显的优势 那么今天如果让时间 回到早上8点45分 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让时间到带 回到今天早上一开盘 你能够跟着专业的老师 一起来进场的话 今天第一笔单 你绝对不会错过 就是开盘的时候 进场做多 那么接下来行情 在9点03分之前 连续进了3笔多单 那么还记不记得 我在9点15分告诉会员朋友 行情还有上行的空间 果然行情一路的往上积拉 这一波就掌握到 超过80点的价差 那么当行情拉回 大家都担心会不会翻黑 再次开高走低 但是在这里 我们发现价差出现了 明显的转变 这是一个进场做多的机会 当别人在担心害怕的时候 我们反而怎么样 在这里进场做多 又再度掌握到尾盘多少 46点的价差 今天如果每一笔单 都用两口台子来做当冲的话 至少都有262点的价差 在这种高档 瑕福震荡的行情里面 不仅仅好法无伤 还能够赚到新台币 超过5万块 所以各位朋友朋友 工具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如果从以前到现在 你都找不到一个好的方法 真的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进场 那么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下 A50特战队 今天A50我们可以看到 早上也是开高走低 那么我们在哪里进场 9点05分 11245的地方进场做空 我要特别强调一次 我们的试驾单 一天只出手一趟 绝对没有第二趟 也没有第三趟 你所看到都是会员 当天唯一的一次进场 那么今天跟着我们进场做空之后 各位我们今天的转折点 抓到哪里 抓到这个位置 就是在10点38分的最低点 11169 今天只要跟着我们在9点05分 11245做空 在这个地方啊 一口单就有高达76点的价差 反手上来 有没有赚到50点 也有超过50点 有52点 所以如果用10口A50来做交易的话 今天又能够创造出1260点 有图有真相 我们来看 今天早上9点钟之前 我们预告今天的转折 11405增负5点 支撑11165增负5点 那么呢 在9点钟的时候 我们预告 当今天跌破 11245的地方 要进场放空 也就是说 今天你只要看得懂中文 收到讯息之后 按表操课 你连钉盘都不用钉 因为所有的点位 都是事前预告 你只要把这些点位挂上去 不管是请医院帮你操作 还是自己下单 今天就能够再次创造出 1000多点的价差 那么呢 上面是台子 下面是A50 我们说过 两边最大的差别 就是在于震荡的区间 台子今天是96点 A50今天 至少都有160点的空间 所以震荡越大 就代表当冲的机会 也就越多 那么我们再说一次 我们A50可以有一种方法 叫做懒人操作法 你没有时间盯牌 没关系 只要停损停力 通通都给他设定好 一进场 马上停损50点 停力50点 用这种方式 这20天下来 总共就是20占15胜 我们把每一个 这个副所代表 就是当天打到停损50点 马上出场 每一个胜代表 当天至少赚50点以上 我们用50点来计算 就像今天 同样我们就用最基本的点数50点 这样20天下来 总共15胜 我们把所有的进出场的点位方向 都跟大家清楚的做个揭露 总共这20个交易日 你就能够创造出5000点的价差 你想想看 这20个交易日 总共5000点 每天这样50点 50点 50点赚 用10口台词来做当冲 20天下来 50点 50点相当于新台币多少 超过15万 每一个人进来这个市场 都是想要以小博大 想要帮自己创造一些额外的收入 来改善自己的生活 或是买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 那么有些人都是靠着所谓的加班 或是创造第二副业 但是都要花很多的时间 今天利用我们的懒人操作法 每天早上挂单之后 不用半个小时就能够打完收工 就好像你拿25万来做一门生意一样 你每天只要开店30分钟 这一个月下来就有5000点 等于是新台币15万的一个收获 所以各位 A51口单保证金只要770块美金 相当于新台币24500块 不管你资金大资金小 其实大家都可以进来做交易 那么行情变化万千 决胜就在弹指之间 让我用最专的方式 带你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市场一直都在 行情天天都有 只要保持对交易的热情 找对老师 用对方法 你每天都有机会当赢家 最后老师祝大家 天天做期货 天天有收获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